何婷颖同志 你自己来说吧 为什么我们的队伍中 有那么多逃兵 我以为根本原因是 过去党的组织建立在团以上 而连队一级没有党组织 党的影响力 就不能渗透到士兵中去 再加上 我们队伍中党员太少 没有捏在一起 行不成力量 何婷颖同志总结的这两条啊 都说到了点子上 在一支队伍中 连的编制 上城师团 下街排班 起着城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为了抓住这支队伍 就要把党织布 建到连上去 这就好比 一个人活着要用心脏 把党织布建在连上 那队伍也就有了心脏 让连队的心脏坚强地跳动起来 才能使党的血液 流灌我们这支队伍的全身 是 但要想在连队中建立党支部 我们还面临着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我们党员人数还是太少 所以要更加积极地 在队伍中宣传党的主张 和革命理想 让大家知道 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这支队伍 究竟是为谁而战 要帮助那些意志坚定 品格优秀的战士 提高绝务 发展他们入党 同志们 这两个问题 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只有把织布建在连上 我们这支工农武装 才能成为坚定跟党走的队伍 才能成为一支 有技术 有理想 有信念的革命军队 感谢观視